fade 大家好 我是方耀良 是ulator 深圳 縫漫流行政允許 亦都是信濃縫漫流的創始人之一 我很明幸 通過視頻 和大家來講 分享美食 我今日和大家分享的美食 第一道菜是芬香茶油雞 希望大家喜歡 至於這個煎芬茶油雞的製作 是一個廣告 小雞 小雞是因為雞的頸部 有很多很多人 我們必須清洗乾淨 第二個雞臉的肺肺乾之後 必須乾淨淨 洗完之後 必須清乾水 魚雞15分鐘左右 要清乾 為何要清乾水 因為到時候我醃製過程 如果有水分 雞就吸收不到本身的味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 調乾水後 鼻底的醬料 就是鹽和茶油對扣 對扣之後 塗至雞的每一個部位 為何要塗呢 因為鹽對雞的雞質 會把雞的肉質 令到它比較結實 第二步 茶油本身可以用的價值 和防護作用 水洗完之後 再醃製十至十五分鐘 之後 將鍋洗乾淨 燒紅 先放豆油 再加上茶枝 一片片 將雞蛋 煮雞聲 再把雞材料 將雞材料放入 煮雞蛋 用毛巾围着边缩起 用均匀火分30-40分钟 必须把鸡反转 再加少少茶枝肉 反转后,重新来说,感好盖 维好毛巾,不要让它流气 再分20分钟 颜色非常漂亮 皮是非常爽脆的 做得好 耶 今天都吃什么肉 嗯 你怎么样 可以 可以吧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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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